第一年剛到 春節過完不到一個禮拜 情流感病毒就進入臺灣 一名69歲男性臺商 過年前從疫區廣東返臺 確診感染H7N9流感 2017年首例 目前他病重陷入昏迷 往往都要演變成 比較嚴重的肺炎 可以採取到生部的痰的時候 才能夠驗到這個病毒 那這個病程往往要一個禮拜左右 會突然的惡化 男子上月23號 在廣東其實就出現 發燒症狀 26號回臺就診時 有做H7N9篩檢 但結果是陰性 三天後他突然發燒 咳嗽呼吸喘 前去就診 懷疑是得到肺炎 2月1號住進家戶病房 再做一次篩檢 4號確診得到H7N9流感 而且他聲稱自己 沒接觸過情鳥 有的時候 他情鳥接觸的地方 他不是直接跟情鳥接觸 但是情鳥的分泌物 排泄物你可能會接觸到 明明沒接觸過情鳥 也會中標 目前跟男子接觸過的親友 機上人員 醫護人員共108人 82人遭列管追蹤 因為H7N9 雖然傳染途徑 主要是從活情傳到人 但其實人傳人 早有案例 主要是在重症家戶的 這些醫護同仁 或者是在家照顧重症的 這些家屬才有可能會被傳染 所以民眾也不用過度的恐慌 死亡率高達30%到40%的 H7N9流感 在台發生過5例 而從去年12月到今年1月 大陸出現216例 歷年同期清高 各界人心惶惶 記者 台北報導 大陸出現